今晚深喉嚨 又多深 化多深 位在五谷星雲路上的公寓贴着售出招牌 但这里可以感觉一股诡异气氛 这里就是18年前白小燕命案现场 一对老夫妻还在这里住了14年 老夫妻在这里十多年一直当办公室与住家 邻居表示都相处得不错 虽然这里曾经发生命案 但住户们都是心存敬畏 久而久之已经不再害怕 不会啊 住户都很正常啊 为什么要怕呢 就平常心就要为什么要怕 一点点怕怕啦 过去了没有了 今年老夫妻租屋到期 屋主两个月前委托房仲 想将34坪的公寓用958万出售 由买家百无禁忌前来看屋 但银行却因为凶宅不愿意贷款 让买家好无难 他大概只有正常物件的五到八折 那再加上就是说 国人对凶宅普遍是有一些机会 所以这类的产品在市场上面 专手的状况是比较差 那银行专贷款的意愿也比较低 房仲表示由于凶宅卖出会有一定困难 银行还会严格评估买家财力状况 都会规定必须全额付清 但也降低了买家的购买意愿 到现在都还卖不出去 记者综合报道